從昨天凌晨開始的這個時事新聞有一些看法 我們讓彭月先回答 但是這個問題如果回答結束完之後 是不是就可以後面的問題就針對我們今天的活動主題好不好 那我們請彭月要不要直接就跟我們分享一下 就是昨天凌晨的新聞 然後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感想 其實我是昨天才回到台灣 最近都忙著拍攝《破風》這部電影 知道最近的新聞的風波 大家都很關注這個 那我之前其實也在現場《破風》的拍攝 也跟大家說過我的想法跟看法 那今天我是一個時光的大使人 那今天是時間的主題 我是覺得希望透過時間的磨練 他們都可以用自己的空間和作品來證明自己 然後再次能夠發光 只是我對他們的一個看法 也希望大家多給他們一點空間 然後現在最重要的是他們的家人跟支持他們的朋友 現在都非常的在一個需要關懷他們的時刻吧 所以大家都多給他們一點空間跟時間 所以這一次那個《落石》在《破風》裡面也有眼睛嗎 是的 你會擔心這一次會影響到一些效果的效果嗎 對這個我也是前幾天 昨天因為其實還在片場拍攝《破風》 其實我跟導演都聽到的蠻訝異的 那其實也不會太擔心 因為我們其實就是把該做做好 也不可能因為事情發生做任何改變 我都還是把自己的角色演好 那希望大家還是多關注在我們今天的活動上面跟工作上面 所以柯頓東今天就回來了 你又不會接她的電話嗎 其實我沒有她的電話 對 你會用其他方式嗎 當然我覺得現在最需要的可能就是大家的 已經應該有很多人跟她說很多了吧 我希望她 我說過了 用自己的方法 男人吧 希望時間的磨練 今天就是時間的 那這類的問題我就不再對我回應了 他們確實是經典的優雅吧 因為我對於Longen的形象就是郭富城大哥的 還有林志玲零 雖然現在是師姐嘛 然後這一次我能夠做到這個時光的大使 那我希望我跟大家一樣 我也是在學習 我實際上自己做演員內外兼修 繼續努力 繼續磨練 透過時間能夠繼續成長 那我覺得 表啊 表的這個東西就是一個 師傅 工匠花很多的心思去做的 所以我對於 做表的這個 手表的過程特別的有興趣 所以如果有機會的話 我也希望能夠演一個工匠的師傅 因為他們花一個心思去做一支表 到底在過程中在想什麼 我也很好奇 所以自己也蠻想做的 感覺 因為我心想想做的 有趣的 我們想看